大五点多在新北市瑞芳区的瑞宾路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辆轿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疑似因为下雨打滑失控 直接冲到对象车道 逆向撞上两辆机车造成三人轻重伤 而其中一名69岁女骑士受困车底 当场就没了生命迹象 警察获报后出动10人赶到现场救援 赶紧把女骑士救出来送医 但经过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其他伤患分别是69岁杜信男骑士 意识不清 还有后座乘客67岁的夜姓女子 则是受到轻伤 至于肇事的23岁黄姓女驾驶 已经被警方以过失致死罪 留置侦办当中要厘清详细的事故原因